欢迎来到第六课 这么快就到最后一课了 我想一直继续讲 你也同意吧 我想以一段很棒的经文开始 对于信徒 我们会按哪两个准则受审判 第一 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第二 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建立个人生命的方式或参与度 我来让你看这两个方面 真的很奇妙 洒种的和浇水的 抱着相同的目的 一起工作 你喜欢跟别人同工吗 我很喜欢 三十多年前 当我开始服事时 那是还没有跟别人同工的概念 现在我们有了 我也喜欢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我爱我们事工的每个人 我爱为我们事工祷告奉献的每个人 洒种的和浇水的 抱着相同的目的 一起工作 将来都会因各自的辛劳 得到奖赏 神这句话很奇妙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是如何做工的 罗马书十二章六节说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我很喜欢这经文 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 这些不同的恩赐 帮助我们去完成 神给我们的呼召 为要完成神定制的家 我能够有幸去建造神的房子 我还记得那些坟包商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很诧异 当那些木工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做楼梯扶手和其他的木工 我不禁惊叹 哇 在圣灵里也是同样 神赐我们不同的恩赐 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 就可以建造他定制的房子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可怜的人 我想我应该这么说 教会里最可怜的人 就是尝试以别人的恩赐来服侍的人 教会里最快乐的人 就是尝试以自己一种或多种恩赐来服侍的人 对吗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这话的关键词是恩典和恩赐 恩典的原文是Kars 许多教会都把恩典看作罪得赦免 救恩里一份白白的礼物 这是百分百正确的 但Kars也可解释为 神所赐的能力 使我们能做到那些 靠己力无法做到的 要记得保罗说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保罗说 恩典使他能比其他使徒做得更多 结出更多果子 第二个词是恩赐 如果在希腊文的Kars后面加上MA 会是什么呢 Karsma 就是神特别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的礼物 使我们能成就我们被造势所要成就的 我的其中一个恩赐是写作 坦白说在神对我说话前 我并不是写作的材料 有多少人知道 那就是神恩惠的道 保罗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1991年神对我说 我儿我想你去写一本书 我在高中最差的科目就是英文科 创意写作就更是不济 我在学术能力测验里只拿了370分 我只碰过一个人的英文测验分数 是比我还要低的 但神却叫我写作 靠着恩赐 Karsma 我就有能力去做 现在我已写了19本书 翻译成超过73种语言 印刷近1000万册 分发到世界各地去 坦白说 我是得了写作的恩赐 其中一个我所没有的恩赐 就是唱歌 每当我唱歌 我的家人就会咆哮尖叫 向我丢东西 我儿子在笑了 另一个恩赐就是跳舞 每次我跳舞 家人都会取笑我 他们说我没有节奏感 那不是我所得的恩赐 因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用来干什么 用来建造定制房子 对吗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饰 这里用的是希腊文 Christmas 他没有说每个牧师 每个传道人 每个使徒 而是说每个人 如果你重生得救 被圣灵充满 你就有一个或多个恩赐 是哪些恩赐呢 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是你靠自己做不到的 目的是建造他永恒的房子 哈 哈利路亚 经文说彼此服饰 不要把它搁在一旁 神不喜欢你浪费恩赐 恐惧会令你不敢运用恩赐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饰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另外一个关键词 管家会去管理属于别人的东西 神所赐的恩赐不是你的能力 是他的能力 但他让你做管家 假设我把锯子借给你 那是我的 我说我要离开六个月 你可以随意使用 你可以来到我的花园 砍掉所有树 令它们看起来 全是光秃秃的树干 奇丑无比 当我回来时 你就要向我交代 你也可以说 我要去修剪它的树木 把无用的枝芽除去 当我回来时就会说 哇 但我希望你明白 即使那是我的锯子 你也可以随意用 让我告诉你 有些人得到讲话 唱歌的恩赐 有人被呼召带领 百万人进入神的同在 但他们却用在商业上 为自己建立粉丝团 白白浪费了 当你选择 如何使用恩赐的时候 要记得这一点 你要建立神国 还是自己的生命 你要为永恒 还是为短暂而劳碌建造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百般就是许多层面的意思 教会里有许多恩赐 当我到各地分享时 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 就是看见许多人 有着奇妙的恩赐 真的很奇妙 如果你去观看全局的话 你会为神赐给人的恩赐 惊讶不已 我还记得和丽莎结婚后 我的第一次讲道 丽莎坐在第一排 你知道吗 我讲道五分钟 她已呼呼大睡了 旁边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也睡得很香 我甚至看见她的口水流了出来 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不太擅长讲话 但神却对我说 我要你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做一个年轻人牧者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分享的时候 所有人都疯狂了 我太太却坐在那边说 别让我们尴尬 别让我们尴尬 我讲完后 所有人都站立 尖叫 呼喊 然后我把话筒交给牧师 坐在丽莎旁边 全身颤抖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谁刚刚占据了我丈夫的身体 神赐我恩赐 让我能做到我所呼召去完成的 你明白吗 现在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这话不是很奇妙吗 神说我把这些恩赐给你 但有一个要求 是要忠心 一起说忠心 我和全美国的领袖团队都做过 让我们单把忠心这词语 放在这里 我通常会说 给我一些忠心的定义 现在为了节省时间 我有一些队员在 他们都知道答案 我收集到的大部分答案 就是这些 坚定 可靠 忠诚 可信赖 委身 真诚 这是我在教导 全美国的领袖团队时 所收到的主流答案 但其中有一个定义 是我一次都没听过的 就是倍增 让我提醒你 那个他连德和银子的比喻 有个主人 把五他连德 两个他连德 一个他连德 分别给了他的管家们 我相信那些 并不是金钱 而是恩赐 他去了远行 然后回来 记得那个有五他连德的 做了什么吗 他去做工 而且倍增 那管家回来时 把十个他连德 交还给主人 有两个他连德的 也把所得的倍增了 交还四个他连德 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的赏赐 是一模一样的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耶稣只把忠心 和一件事情挂钩了 比喻里再没有提别的事情 他没有说那人是可靠的 信得过的 他只说那人倍增了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有五倍增到十 和有二倍增到四的 那两个人 都得到了相同的赞赏 你明白吗 但有一个人 却把那一个他连德 恩赐埋在地下 主人来找他 他就说 我害怕 恐惧会令你 不去运用恩赐 我吓到了 我害怕 他并不认识 他主人的性情 他说 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 神并不忍心 别开玩笑了 他是鼓励我们的天赋 他总是说 去吧 去吧 我是帮助你的 不是抵挡你的 我是帮助你的 你会做得很好 他是你遇过最乐观的 你明白吗 对 所以主人看着这个人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夺过他这一个来 给那有十个的 你明白吗 那本来有五个的 后来有了十个 最后得了十一个 而这人却什么都没有 一天我祷告时候 神对我说 你有发现吗 我的思想并不是社会主义的 而是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神会均分 给每人三个 中心的两个 最后会有六个 懒惰的就保留三个 然后从有六个的两人手上 各拿一个 再交给这个人 好让最后所有人都有五个 神不是社会主义的 他的思想方式是资本主义的 我讲得真好 阿们 他赐我们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他不只是说要生孩子 而是说 凡我所给你的都要被增 再拿回给我 孩子建造我的房子 明白吗 我会在过程里带领引导你 我们如何被增呢 其中一个被增的方法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诗语 一起说诗语 来听耶稣的话 你们要善用世上的资源 使他人受益 从而结交朋友 这样 当地上的财富消失时 他们就会接你们到永恒的家 换句话说 神在说 运用你在世上的资源 把它们转换为国度之用 因为当你把世上的资源 投放在神国里 你就让你的资源 能存留到永远 看看哥林多后书 九章九节 他施舍钱财 周极贫穷 那不只是财务上的贫穷 更是那些渴慕神的人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换句话说 通过把财富投放在神国里 祝福别人的生命 他所做的就能存留到永远 让我们看看典型的生意人 他们努力工作 赚钱 他们说 我会留住这些财富 造福我的子孙 祝福我的妻子 我告诉你一个真人真事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是吗 在外面就有了 我们其中一个伙伴 知道我在洛杉矶讲到 就说 约翰 这里很近高球场 想去玩玩吗 我说 哦 当然好 所以我就去了打球 那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分数 但那天真的很美好 打了四个洞以后 我比标准高三干 最终得了七十分 如果你懂高球 你就明白了 我们正在开车回酒店 然后他说 约翰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他说 我快要五十岁了 他的意思是 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我的公司总值九百万 我照顾妻子 又照顾儿女 为什么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还要竭尽去把我的公司 增长到三千五百万 那是个好问题 让我这么回答吧 如果我对你说 我已经写够书了 我照顾了妻儿 我五十多岁了 为什么还要竭尽所能 再多写一些书 继续到各地讲道 他看着我说 那太差劲了 当你在耶稣面前的时候 我不想跟你站在一起 我说 你刚刚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关键是 你与自己的呼召脱钩了 你认为我的呼召 是神的直接呼召 但却看不见自己的 你没有发现 神将你安排在职场 不单是要你在那里 像灯一样发光发亮 而是要得更多资源 好让我们能继续传扬福音 他愣住了 哦 我六个月后打电话给他 他叫使哥 我说使哥你好吗 他说过去六个月 我都被你说的话抓住了 我问那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正在节力 把公司增长到三千五百万 因为我想投放更多资源 在神国里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每个人都被呼召 去建造神定制的家 我在这本书里说过 食鱼是很重大的同工方式 保罗曾说 当你奉献支持一个事工 你就成为伙伴了 我们事工的所有伙伴 每一个都帮助我们 接触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奖赏都会归到他们的头上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大卫说 上战场的和看守装备的 都要同享战利品 你已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我看着坐在这里的团队成员 其中一些人 已经是多年奉献的伙伴 因着我和丽莎 还有事工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你们都会得着赏赐 那记载菲利比书四章 我们下一次再看 你可以在书里读到 第二个被赠的方式 就是服侍 一起说服侍 这教会的其中一个执事 是前州长赫卡比 我想告诉你 赫卡比在停车场里的服侍 你听到吗 他在指挥停车场的交通 因为他发现自己被呼召去服侍 我开始上教会的时候 他在饭堂里工作 所以他从饭堂到停车场服侍 别误会了 他也被呼召进入美国政坛 但他发现自己也被呼召 在教会里服侍 我也被呼召去服侍 所以他一方面在全国成名 但也明白服侍的重要性 你明白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你明白吗 我完全相信 像我之前所说 那些以传道为服侍的人 要因所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而得奖赏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今天一位伟大的传道人 他是以欧罗·罗伯斯的方式服侍的 当时他就是在办那些 很大型的聚会 他刚好就在那个团队里服侍 一天晚上 他站在布幕后 心想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站起来 向这些人讲道 然后圣灵对他说 如果你现在出去 对这些人讲道 你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灵魂 而得奖赏 但因为你做了 我所吩咐的 站在这里 做你在团队里的工作 今天我所赢得的每一个灵魂 你都能得到永恒的赏赐 服侍就是如此的重要 你明白吗 我们作为教会 服侍真的很重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看看使徒彼得 他总是在讲道 使徒们就是在做 使徒行传中 头五章的工作 你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吗 有些信徒开始说 我们也应该讲道 因为经上说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 在下一章 第六章 他们开始委派人 去照顾寡妇们的饭食 其中一个是菲利 另一个是斯提反 圣经怎么记载呢 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 委派他们去照顾寡妇们的饭食 因为使徒说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 圣经说 在耶路撒冷 门徒数目加增的神多 让我告诉你 如果我每个月 可以为主赢得一万人 而我持续地做 我要五万年 才能赢得世上的所有人 前提是 那五万年里没有人死 也没有人出生 但如果你有两个人 他们又去赢得两个人 就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又各自去 再赢得两个人 要是持续不断的话 那就只需要3.6年 第一个叫增加 第二个是大倍增 当我们进入服饰岗位 就会如此 我相信神刻意 把那部分放进使徒行转 好让我们看见 服饰的岗位是何等重要 没有人看见你 事实上圣经说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为什么要以分享 信息的特别尊贵呢 为什么 为什么要以为 站在台上的特别尊贵呢 那是被看见的部分 神说 不俱美的 越发得者俱美 我们的心思 真的要被更新 第三个倍增的方式 是祷告 我们的事工 有很多祷告伙伴 让我来告诉你 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当看着我们的团队说 我要去某处 我需要你祷告 你不会知道 因为这些队员知道 祷告为我们带来了 多大的安慰和平安 当有人来跟我说 我每天都为你祷告时 我会非常高兴 有时候那是表面的 但有时我会响应说 我相信你 他们是我生命中 最宝贵 最珍惜的人之一 让我告诉你 你可以拥有世界上 所有财富 但如果没有祷告 就不再重要了 我们时间不够了 但我最后想要告诉你的 就是如何建立 个别的生命 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在成长吗 你在逐立成长吗 当你与一些 比你有智慧的人同行 你就会成长 当你与神同行 你就会成长 你会变得成熟 变得有智慧 我想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想想大卫 他住在山洞和旷野里 后来神把人带来给他 而那些是不满的 欠债的 被冒犯的人 那就是神带来给大卫的人 但奇妙之处在哪里呢 他影响了他们 他们没有影响他 而且成为整个世代里最伟大的人 因为他们与智者同住 可以想象那些与耶稣同行的人吗 当我们与他的灵同行 我们变得有智慧 当一个人与耶稣同行 他就变得更属神 你很容易能认出他 他们更是谦卑 更有意向 更有热情 他们是否失去火热的心 如果他们不再火热 就不是与耶稣同行了 那是每天的功课 花时间在他的同在里 就是建立你自己 我们对其他人的影响呢 我们对其他生命的影响 会让我们得赏赐 或受亏损 那不单是我们的事工 也关乎我们的生活 我们如何活在他人眼前 如何对待他人 我们对别人的看法 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他们 或是造就 或是拆毁 如果我们轻看别人 就会轻待他们 如果我们轻看他们的需要 就会出言贬倪 如果我们重视生命 就会带着怜悯的心 去建立和强化他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看别人为资源 特别当我们把自己的渴求 需要和欲望 凌驾于他们的价值之上时 就会利用他们 但如果我们看别人 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是极其宝贵的话 即使自己可能要白白付出 我们也会去祝福他们 我们如何对待餐厅里的服务员 我们如何对待杂货店店员 我们如何对待事工里的同工 这不单是指做带领的 如何对待同工 而是指同工之间的相处 我们有好好对待他们吗 做带领的不在世 我们有善待他们吗 我们如何对待妻子 如何对待儿女 这一切对神来说 都非常非常重要 有个女士写了一本书叫 《我对天堂之梦想》 她的名字叫斯普林加 她生于19世纪 这本书是最多基督徒 读过的书之一 她的姐夫 带她去了天堂一趟 我很喜欢这书 因为它让我看见地上的关系 会在天堂里被深化 在那里我们不会彼此不认识 我们都彼此认识 我们还会有家人 而且彼此的关系会更紧密 我很喜欢这书 这意味着爱德森 奥斯丁 亚历山大和亚顿 都会非常亲密 我也会与你们非常亲密 令我兴奋的是 因为我到各地去 所以我在天堂 会有很多好朋友 无论如何 她说 她的姐夫在这本书里说 如果我们在会朽坏时发现 自己每天都在为永恒而建造时 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多大的不同 每句温柔的话 慷慨的点子和无私的行动 都会成为未来中永恒的美丽 我想起我的朋友迈克 我在洛克威尔国际认识他 我当时是个工程师 他是其中一个会计师 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迈克也兼之报税 他以前会免费帮我处理报税 我们变得很要好 一天他离开了洛克威尔 我也开始全职服饰 他开了自己的会计公司 我曾听说过 他的公司有过一万二千名客户 我打给迈克 我说 你向多少客户传了福音 哦 约翰 大概九成吧 你的意思是 你向超过一万名客户 分享了神的话语 他说绝对有 我说你知道吗 许多牧师都做不到 我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 他说数以百计 在电话里他对我说 上星期一个古巴男人进来 他的癌症完全得了医治 他的医生确定他好了 我们之前在处理税务的时候 就为这祷告 迈克常常向我提起一个叫查理的人 这人对他生命有最大的影响 因此我打给迈克 说迈克 你常谈到查理 迈克的女儿甚至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曾遇到最伟大的人 查理 我说迈克 请告诉我 关于查理的事 然后他开始在电话里抽气 他真的哭了起来 他说约翰 我有九个叔叔阿姨 其中六个都进了精神病院 我妈妈最后也进了精神病院 我两个爷爷都被人枪杀 他说这就是我的命运 但他说我妈妈养不起我 因为我家有太多问题 所以把我带去职场的一个清洁工家庭那里 那人名叫查理 查理在七年里教导迈克认识耶稣 每个星期天都带他去教会 一直以神的方式教导他 他后来成为这家职场的一个信主的小小清洁工 迈克在电话上哭着对我说 我本来也可能进了精神病院 可能被枪杀 但因为神通过查理所做的 看看我的人生 我开始想等一下 查理影响了迈克 迈克用神的话语影响了一万个客户 然后迈克也影响了我 神容许我接触了多少百万个生命呢 现在你明白那职场的清洁工查理 影响了多少人吗 因此个人影响力是很重要的 我会用一个真人真实作节 我想谈谈两个人 第一个叫马克思尤克 有多少人听说过他 除非你读过被永恒策动 否则你大概不可能听过 第二个叫乔纳森·埃德华兹 多少人听说过乔纳森·埃德华兹 他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传导人之一 马克思尤克是个无神论者 过着没有神的生活 他娶了一个不尽钱的女孩 他们的后代中 310人在贫穷中死去 150人成为罪犯 7人是谋杀犯 100人是酒鬼 超过一半女性都是妓女 他的540个后代 用了州政府125万 你要知道 那在当年是一笔巨款 但赞美神 人都是有好有坏的 有一位伟大的属神的美国人 叫乔纳森·埃德华兹 他与马克思尤克活在同时代 但他娶了一个近钱的女生 有人调查了乔纳森·埃德华兹的 1394个已知的后代 13个是大学校长 65个是大学教授 3个是美国参议员 30个是法官 100个是传道人及宣教士 60个是著名作家 一个是美国副总统 80个担任了公务 295人从大学毕业 其中包括州长和外交官 他的后代没有浪费政府 一分一毫 你明白个人影响力的重要吗 我们对别人的最大影响力 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如果我们读真言 11章30节 他说 不妥协的公义 能结出生命树为果子 有智慧的人 能为神得人 作为得人的渔夫 他为永恒而招聚 并接待他们 让我告诉你 我们都有机会 建造神定制的房子 或是直接服侍 或是通过我们去影响别人 我想我们都有莫大的机会 你做了明智的决定 就是听完了这几课教导 又读了这本书 也应该能叫自己 与圣灵对齐 去建造神定制的房子 那些你为神所做的异行 靠着圣灵的能力做成的 都将存留之道永永远远 让我们一同享受建造神国 神祝福你 在最后一刻 我们希望强调的是 第一 你被呼召 要在今生带来改变 神给你恩赐 你可以决定 以任何方式运用这些恩赐 可以用来建立神国 或建立自己的生活 一个能为你带来永恒的奖赏 另一个会被焚毁 关于你的个人影响力 要记得每个人都是宝贵的 你可以试着对人友善 那会存留几个星期 你要从心里重视男女 小孩 并且为他们祷告 你要做的就是祷告神 让你像他一样重视人 记得 他为这些人死了 求神让你可以像他一样 从心里重视 尊重别人 我想为你祷告 来总结这次教导 天父 我奉耶稣的名 为正在观看的弟兄姊妹 感谢你 天父 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 主啊 求你让他们的生命被建立 稳固地建立在神永恒的话语上 主啊 求你赐他们能力去顺服你 父啊 愿你纪念你的盟约和应许 在我们中间做工 让我们渴慕 并行你所喜悦的事 求你如此成就在我的弟兄姊妹身上 让他们能得到完整的赏赐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要得着顺服的能力 宣告要有目标 宣告在你心中燃起对神的爱和敬畏 我求永生神的同在 现在临到你 正如永生神的灵 使耶稣有能力完成 命定一样 求神赐你能力 完成在地上的命定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很爱你们 非常荣幸能和你分享 被永恒策动这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